第170集 有人想过去扶陆氏 去听的不远处 胡适带着白芸汐匆匆地赶过来 水嬷嬷心知 他们定然早就埋伏在附近 就是等着看好戏的 母亲 母亲 白芸汐飞奔过来 一把抱住陆氏 紧张地落起了眼泪 胡适赶紧道 快 叫夫人扶走 请大夫来 你们这些人 该干嘛干嘛去 不需要捉拿刺客吗 怎么还在这里磨磨叽叽的 刺客要是跑了 你们怎么和国公爷交代 怎么和六皇子交代 水嬷嬷心中着实有一些后悔 刚刚不应该给陆氏放迷药 而应该给他一根毒针 就算不要了他的命 也该让他吃些苦头 可是他怕中毒之后 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到时候 一口咬定 以秦阁有刺客 那反而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可是现在 胡适和白芸汐一来 这府里的后卫 定然不会轻易退走 而六皇子的人 根本就不给他面子 这夫人好端端的 怎么会晕过去 是不是被人暗算了 难道 四可真混在以秦阁里 才有机会出手伤人 如此 两位官爷 还是好好地进去搜一搜 什么地方也别放过了 否则 可没法交代 胡适到底是脑子灵活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将刚刚有一些松动的众人 都给掰扯了过来 瑞默默有一种 双拳难低四手的窘迫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他怕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 若是主子没有昏迷 必然不会有这些麻烦 他即便是宫里出来的 也不是所有人 都会给他这个下人面子 可是现在 以秦阁的人出不去 就连班旧兵的机会都没有 最重要的是 这件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事关柱子的轻语 两个宫里的护卫 也就不再迟疑 一把推开拦路的人 就要往里面闯 其他人看到有人带头 自然也就无所顾忌地 往以秦阁进去 瑞默默惊呼一声 你们给我站住 你们搜查以秦阁 也不可以如此无礼 郡主正在休息 若惊扰了 你们谁吃醉得起 少废话 你们存心阻挠我们捉拿刺客 看来这以秦阁 的确有问题 那领头的护卫怒吓一声 将瑞默默推倒在地上 白芸汐也赶紧跑过来 假惺惺的要去扶瑞默默 却被瑞默默一把挥开 自己翻身起来 白芸汐却疑惑道 姐姐就算喝醉了 也不追这么大东西 还不出来一滩究竟吧 两位官爷 说不定安平郡主 是被人挟持了 你们可得进去看看 若让刺客伤了流皇子之后 再伤了我姐姐 那可真就是罪过了 白芸汐望了一眼 以秦阁的楼上 那里正是白木槿的闺房 她相信 白木槿如今正在 浴桶里泡着呢 这么一大群男人闯进去 看他以后还怎么见神 郡主又如何 被那么多男子看了身子 就算是挖去这些人的眼睛 杀了他们 又无法挽回他 失去清白的局面 到时候别说是其他人 就算是济宗哥哥 也是看不上白木槿的 他就等着静安堂当姑子 一辈子清灯古佛 想到这里 白芸汐畅快不已 若不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真的怕自己 省不住要拍手称快了 自己一身邪毒 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能够算计到白木槿 那些苦头也就不算苦了 最重要的是 现在济宗哥哥 可是因为落水 被他救了 送到了客院里休息 等他醒过来 自己再去慰问一下 顺便把白木槿 失真的事给他说道说道 他定然会放弃之前 要去白木槿的打算 反而对自己心存感激 想到李济宗那双 如星辰般耀眼的眼 深情款款地看着自己 白芸汐忍不住 小脸一红 心如露状 宫里的两个护卫一听 神色也是异景 反紧道 白儿小姐提醒的有道理 我看刺客 八尘就在郡主的闺房里 如此就更加不能耽搁的 随我上楼 你们敢 郡主的闺房 也是你们这些混账东西 可以闯的 你们有几个脑袋 瑞嬷嬷迅速跳到 木楼的楼梯处 伸开双臂挡在了前面 那护卫冷笑一声 哼 这个老婆子好没道理 你们家主子有难 你不想着去救 竟然还一再阻挠我们救人捉拿刺客 我看 你八尘就是刺客的内意 来人 给我绑了 回头好好审问 你们敢 说嬷嬷瞪大了同龄一般的眼睛 她绝对不能被人给捉了 固燃两炷香之后 还得换熏汤针排毒 没有她在 白木槿的毒可清不了 宁国公府的护卫 看了一眼白云溪的脸色 见她点头 并毫无顾忌的 就上前准备拿人 反正他们只是下人 遵从主子命令行事 至于别的 并不需要他们操心 他们面无表情的提起刀 走向瑞嬷嬷 不由分说的就要拿人 瑞嬷嬷不甘束手救父 身姿灵活地闪避 试图避开这些人 可是双拳难抵四手 那些人见瑞嬷嬷 诡异的身法 虽然身子看着笨重 却原来和个泥鳅一样的滑柳 便一大群地涌上来 将人团团围住 瑞嬷嬷只好往楼上退 可是这正好给了人上楼的机会 那两个六皇子的人 看民国公府的护卫 如此不计时 两个又老又胖的老妈子 都制服不了 也失了耐心 两人齐齐发难 攻上去 将瑞嬷嬷一人一整 下手狠而毒 瑞嬷嬷知道 这两场下来 她不死 也得去了半条命 正在千军一发之际 曾明熙和陆清云 竟双双从天而降 一人一脚 将两个护卫给踢飞开来 那两人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指着陆清云和曾明熙 就大叫道 刺客 给我拿下 白云熙和胡适对视一眼 没想到 他们已经想法子 将人给吊开了 却还是被这两人 及时赶了过来 曾明熙不应该 陪着自己妹妹吗 还有陆清云 他刚刚救了楚云燕 却也因为弄失了衣衫去换了 陆清云也派人想法子 绊住了他 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有机会赶到乙清阁 可是不管他们多么的不情愿 这两个人还是及时赶到了 时机不早不晚 阻止了这一群心怀叵测的人 去闯白木槿的闺房 刺客 郑恒正顺 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我们是刺客吗 陆清云居高临下 一脸轻蔑地看着这两个 四品带刀护卫 郑恒和郑顺抹了一把脸 才看清楚眼前的两个人 竟然是魏远侯长子 还有陆家的大少爷 这两个人别看没有官觉在身 却是招惹不起的主 魏远侯曾家虽然只是个侯爷 但是挡不住人家势力大 曾家世代镇守边陲 手握重兵 却挤得皇上的信赖 到了曾侯爷这一代 虽然十年无战事 但是曾家的人 神就把守着要色 抵御西北的蛮夷 才让那些凶悍的蛮夷 不敢越雷池半步 魏远侯的封号可不是乱来的 曾明熙早晚也得成为西边一座 不可逾越的关卡 这是曾家人的宿命 也是天元的大幸 百年来 曾家人付出了无数的鲜血 换得天元的安宁 谁也不敢因为他们只是侯爵 而就小瞧了去 另外一位陆少爷 他们就更加不敢招惹了 陆家人几乎可以横行天元 岂是他们这两个小小的侍卫 能够得罪的 就连他们主子来了 怕也得礼上三分 郑恒和郑顺赶紧爬起来 风手道 刚刚没看见两位公子 请恕罪 不过我们的确看到刺客 往以擎阁来了 还请两位公子让你了 捉拿刺客要紧 这里是安平郡主的归房重地 就凭你们两个 邪赶善闯 我看看你们是不是三头六臂 不怕掉一个两个的 属下们也是听命行事 我们来此已久 安平郡主若是在里面 定然不会到现在还不出来一见 属下怕郡主也遭了刺客挟持 才会强行闯进来 曾明熙笑了一下 才道 瑞嬷嬷可是平安郡主的心腹 她既然不肯让你们闯 自然是不会有刺客 你们一孤行 看来是不把平安郡主放在眼里 有心要破坏郡主的归遇了 你们可知 强闯郡主房间 是意图谋反之罪 郑恒一愣 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安平郡主的问题 在他们的意识里 这里是国公府 里面的也就是白家大小姐 即便被封了个郡主 也就是为了安抚陆老夫人 哪里能够真的当臣郡主共着 他们如此肆无忌惮 也是因为不把白木槿放在眼里 陈贵妃可是和楚郡王妃是金兰姐妹 他们做奴才的 自然知道该向着哪边 这会儿曾明熙这么一说 他们的背脊 就有一些发汗了 无论白木槿的郡主是怎么来的 但毕竟是皇上下指封的 对郡主不禁强闯郡主归房 这可是大罪 要杀头的 真狠眼珠子一转 才强笑着道 曾大哨言重了 属下们怎么敢有这点心思 实在是捉拿刺客心切 我们也是奉了六皇子的命令 敢不尽心 尽心倒是尽心了 就是有些过了 你明知道郡主醉酒禁卧 你要闯进去 岂不是破坏了郡主的规御 你押的什么心思 曾明熙可没有和他说笑的心思 要是他们再晚来一步 怕这些无法无天的东西 就真的会闯入白木槿的房间 震狠的脑袋上 落下一大滴汗珠子 脸上的肌肉也有一些僵硬 他虽然看曾大哨和陆公子 都没有板着脸 但是人家身上那股射神的气势 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可是这刺客 若真的在郡主的房间里 那郡主可不就危险了 属下也是为了郡主的安危着想 请二位公子铭记 这还是不能 担下破坏郡主归遇的大罪 只要郡主追究 六皇子也保不住他们 谁让六皇子还只是个皇子 连个郡王的封号都没有呢 说白了 六皇子的地位 还不是人家安平郡主 只不过是沾了骑士皇子的光 又是贵妃的儿子 才会让人不敢得罪 皇上儿子众多 有些不受宠的 在宫里的日子 还比不上他们这些奴才 别说和这些世家公子少爷比了 陆庆云露出一丝 冷得快要结冰的笑容 你的意思是 还得让郡主把门给你打开 让你进去仔细搜查一番 你才肯走了 郑恒背急深寒 心里叫苦 他是有这个想法 可是现在看着陆公子 那可怕的笑容 可没胆子说出来 不过胡适眼看着事情 就要被陆庆云和这曾明熙给破坏了 赶紧帮腔倒 清云啊 你也不要为难人家皇室侍卫了 说出去 别人还当咱们陆家嚣张跋扈的 连皇子都不敬了 打狗也要看主人啊 郑恒和郑顺一听 也觉得十分有理 虽然陆家事大 可是也从来不会明目张胆的和皇室的人为难 陆庆云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禄的身份 他们虽然是侍卫 但也是四品皇家侍卫 明面上要比陆庆云等人的地位高 再说他们郑家 也不是什么小门小祸的人家 虽然和陆家以及曾家比起来 实在是尚不得台面 郑恒的腰杆子挺直了 陆公子 希望您还是不要妨碍我们做事 敢刺伤六皇子 又是在郡主的应会上 若是不捉拿归案 恐怕郡主也不好交代了 清云 人家官爷说的要道理 再说了 若真让歹人闯进了郡主的闺房 咱们还在这里耗着 恐怕郡主会有危险啊 不说别的 老夫人那里就第一个不饶你 不是仗着自己是陆庆云的长辈 所以说话也没什么顾忌 陆庆云虽然对他从来都是不假辞色的 但是明面上是不会对他这个二婶不敬的 陆庆云看了他一眼 就全当没有听到一般 陆和那两个侍卫 难道是打定主意 要闯郡主的闺房吗 除非郡主能出来解释一二 这个不是男士吗 莫非郡主不在 还是真被人挟持 哟 我当是谁在闹事呢 郑恒郑顺 你们胆子倒是不小啊 竟敢闯我姐的房间 谁给你们吃了雄心泡子胆了 凤之木在白木尘的扶持下 也赶了过来 一进门就笑着骂道 郑恒和郑顺一听 没想到这个出了名的小霸王 竟然也来了 而且口口声声喊白木尽为姐姐 他们想到之前在去井园子里 这十五皇子就把一群公主和郡主 给骂走了 心下也有一些犯处 杜青云和曾明熙 只要他不冲撞了 这两人也不敢明着 对他们怎么样 可是这十五皇子就是不一样 那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就连太后也十分的宠爱这个小皇子 要不然哪里会轮到一个 没有母亲庇佑的小皇子出宫 让东方先生亲自教养 还不是怕他长大成人之前 就被人给害了吗 跟领他们头疼的是 这个小皇子就是个得罪不得的主 一旦发起脾气来 他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手下拜见十五皇子 凤之墓上前 一人给了一个耳瓜子 敢在这里闹事 有父皇的旨意吗 要知道 没有圣旨 敢轻慢郡主 你们就得死 郑恒和郑顺被打得眼冒金心 心到这十五皇子功夫 竟然又进步了 这俩巴掌可是打得不轻 两人的脸很快就肿得 跟猪头一样 可是他们连回嘴都不敢 谁让打人的是这位小祖宗呢 只能是吃哑巴亏了 快给我滚走 刺客要是在这里 陆大哥身为郡主的表哥 能放过他吗 你居然还敢说 郡主被刺客挟持在闺房里 你是存心要败坏 郡主的名声是不是 要不是看在六哥的名字上 小爷现在就要了你们的狗命 让你们像疯狗一样乱叫 凤之墓是半点情面也不留 虽然说打狗要看主人 他平时里和凤之澈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一想到他们不在的这一会儿 竟然发生这么多凶险的事 心里就气愤不已 郑恒和郑顺还想说什么 但看到凤之墓已经高高举起的手 顿时没了脾气 扶手一败 是 属下告退 说完两个人就灰溜溜的跑了 还是先回去禀告主子的好 幸而主子也就是伤了胳膊 流了一点点血 那人虽然身手不错 但好像没有对主子存有杀意 反而像是故意伤了人就逃跑一样 回去只要将责任全部推给陆清云 曾明熙和凤之墓就好了 他们不是不想捉拿刺客 而是人家拦着不给搜呢 胡适和白云熙都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们本就是打算好了时机 白木槿身边的助力都被遣开了 没想到 还是接二连三的跑了出来 生生阻止了六皇子的人 现在光凭院里的护卫 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白云熙可不愿意 这么轻易的就放过白木槿 还是柔柔弱弱的跑到陆清云的面前 大表哥 姐姐只是多喝了几杯酒 怎么睡得这样沉 咱们在外面也很久了 会不会姐姐出了什么事 陆清云瞥了她一眼 才淡淡的道 有什么事 自然有瑞某某和鸳鸯喜鹊照顾着 希儿表妹就不要担心了 还是快些回去照顾你的母亲吧 白云熙摇摇嘴唇 才担忧道 希儿也先早些回去照顾母亲 但是仍旧不放心姐姐 不如让我先去看看姐姐是否安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瑞某某某这会儿可没打算给白云熙面子 朝她微微的欠身 二小姐 不劳您费心 郡主多喝了些酒 身子不舒服 所以奴婢给她喝了些助睡眠的药 才会睡得沉 过会儿就会醒过来 是吗 我也喝了酒 还比姐姐喝得多呢 刚刚回去喝了一碗醒酒汤 稍稍躺了一会儿就好了 怎么姐姐竟然这么严重 白云熙狐疑地问道 还故意地看着陆青云 似乎想鼓动陆青云 对陆某某发难 个人体质不同 对酒的反应也不同 二小姐还有什么疑问 你这样推三祖司 不让我去见姐姐 令我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你不安好心 对姐姐做了什么 白云熙见人家 已经有感人的意思 赶紧就自己发难了 说完又对着 民国公府还未退去的护院道 你们都都有听好了 将一情格好好的看住了 别让人走脱 本小姐要亲自去郡主房里看看 若有个好歹 您必须第一时间进来保护我 和郡主